例如,他說有100個人,學生100人 愛好音樂的51個人 愛好運動的有70個人 愛好運動且愛好音樂的,假設有A人 A介於拿兩個值之間 A的最大值,A最小值 這怎麼做? 全部人數100人,我用這個方框代表 這100人 愛好音樂的有51人 愛好音樂的有51人 愛好運動的有70人 假設這樣子 這70人 愛好運動 重點的部分最小多少? 當你的這個窗戶把它靠到最邊的時候 重點的部分最小這麼多 愛好音樂又愛好運動 所以是等於全部加起來 減掉多少? 減掉100人 因為這個是重複 就是51 加上70 減掉100 這個是等於重複的部分 最小重複的部分 這樣多少呢? 這樣是等於 這個是121 121-121 所以最少是21人 最多呢? 最多就是盡量把他們給合起來 盡量合起來的話 就變成說 變成說這個70人 70人 70人的話 蓋住了多少呢? 蓋住了51人 這是51人 51人都在70人當中 所以他這個有最大的重疊 這最大的重疊是多少呢? 是等於那個51人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值 介於多少呢? A 它是小於等於多少? 小於等於那個是 這個啊 這個是 N M 加上M S 減掉多少? N1 大於等於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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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這樣子 不過呢 這個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公式 但是呢 有時候 這個會是等於什麼? 等於0 就是說 當這兩個數加起來 如果小100的話 就是說窗戶 窗戶把它拉到底的時候 中間有空隙 就是說 你 這整個是窗戶 你兩三窗把它拉到底的話 中間有空隙 這樣子的話 那這裡就是0 所以如果要把它寫成公式的話 這可以把它寫過才 寫成是這個 沒有 這個弄錯了 這要顛倒過來 大於等於這個 滑小於等於這個 最大這麼多 最小這麼多 那這個的話 你 把它寫成這樣 寫成是 minima minima的話 是這個 跟0 應該是 應該是 Mashing 如果這個不等於0 的時候的話 就是選這個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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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負的 減出來是 負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選0 所以 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 Mashing 就是 這個值 跟0 選一個最大的 不過這個寄公式的話 也是有點難記 畫這個土的話 也是很方便 所以答案是 最大是51 最小也是21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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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